我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拍攝的影片不一定是我自己來剪輯 有可能是交給別人去剪輯 那交給別人剪輯我不可能給別人roll檔 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會把它處理成怎麼樣子 他可能把它拉得很可怕 或者是他根本打不開 那我給別人剪輯的話我一定都是拍攝ProRes ProRes其實就是一個壓縮檔 那你給別人剪輯的話 你不確定他的電腦到底緊不緊的動的話 我通常都是給Proxy 就是最小的那一個ProRes 那這裡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顏色資訊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你看到什麼幾乎只能再稍微微調一點點 你不可能跟roll檔一樣這樣子整個顏色大改變 我用BMPCC拍攝的時候 我一定都是用Film那個最大的動態範圍 但是如果用ProRes Proxy這個東西 就是整個壓縮壓爛 就是根本動態範圍拉不出來 因為你影像會先解體 那後製那邊有可能說 我的檔案太爛 所以他調完色之後我的影像整個解體 那我要盡可能在我交出去給剪輯之前 我們的顏色就已經大概調味過了 那我們要怎麼辦到這件事呢 所以我們BMPCC 4K有一個超酷炫功能 我們現在是拍Proxy 然後我們的Dynamic Range是Film 那我們還有一個就是Record LUT to Clip這一個功能 我們今天就要玩這一個Record LUT to Clip 那我之前的LUT都是預覽的概念而已 就是我拍攝Rodon那LUT就套在上面 看看 我之後調色會調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不太一樣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做一個LUT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套用到我們ProRes裡面 然後我們直出我們的影像就非常完美 就是我們今天的目標 那在調色之前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顏色自然 就是套上去之後 我們的顏色還是保持一樣的色相 不會藍色變成紫色 然後黃色變成橘色之類的 或是過度鮮豔 過度飽和 第二個這個LUT 我想要盡量讓它的暗部細節更多 那我們就用中間調把陰影把它拉起來 那我們真的非常黑的黑色的部分 那我們就把它壓到底 因為通常那種最黑的部分都是雜旋 然後也沒有什麼細節 那我們就把它壓到底 可能用LUT啊 直接把它壓到底都可以 那我們的高光呢 我們就讓它保持 那我還會想要讓高光的對比增強 那我們就把Pivot直接拉到最高光的地方 那對比只要再加一滴滴 我們的高光對比就會增強了許多 那我們調色構思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來電腦開機囉 然後我們就來調看 我們的顏色到底套到ProRes上面會長怎麼樣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直接把這些 實驗品 Oops 就把它套用到我們的ProRes上面 直接給大家看看到底會長怎麼樣子 那我也會出去拍拍一些素材 來看看到底會拍起來長怎麼樣子 那我做LUT的時候 一定會挑選兩三個片段 日光啊 陰天 還有室內 這幾個 那我就是把它套用 如果這個LUT套用到這三種不同的情況 看起來都很棒的話 那就是很棒的LUT 那如果套用的話 可能 欸 室內的怎麼長得怪怪 那我們就會再去稍微做調整 因為呢 最終目標就是要做一個萬用的LUT 沒有要說 我們今天只是要做日光的LUT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室內的LUT 沒有 我們要一個LUT 通吃 OK 那我們版本一的LUT 完成了 那我們就直接丟到攝影機裡面 然後拍拍看 到底 拍出來怎麼樣呢 OK 所以接下來所有的影像 全部都是ProRes Proxy 然後全部都是直出 完全沒有調色過的 那我們就看看 到底我們的LUT 做得好不好囉 對 人們的 我们的LUT整体看起来算蛮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就是阴影的部分 它有点偏绿色 我觉得不太喜欢 可能在稍微洋红一点点会比较好 那我们的高光就是蓝蓝的部分 我觉得有一点过度显眼 就可能把蓝色的饱和度降低一点点 应该就会更棒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摄影日常影片 那当然请问这个影片按个赞 留言我陪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个摄影日常影片我就会试播个几集 那如果效果还不错的话 我就会持续做下去 Yup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